日前张美慧竞选总部一名年仅19岁 资深从台东来花莲谋生的单亲弱势青年 临时受指挥移车发生的不幸的意外 张美慧她承担所有责任 也协助对家属后续适宜 并且和家属达成和解了 不过这也成为了选举的一个话题 而张美慧就痛批了对手阵营 不顾家属挨期之情操作抹黑和攻击言论 而且当作选举话题和情绪操弄 根本就是在伤口上撒言 张美慧竞选总部 即时工作人力日前发生交通事故 张美慧在第一时间停止个人的相关活动 全力陪同家属 也公开向社会大众道歉 并且积极协助家属处理后续事宜 目前业金和家属达成和解 而这起事故也成为了选举对手操作的议题 张美慧1月8号发出声明 痛批傅昆琪阵营在伤口上撒言毫无人性 去年12月28号这个车祸的事故 我们非常的伤心也非常悲痛 那美慧在那几天都是暂停所有的公开竞选活动 那这段时间我们也积极的协助跟陪伴 跟抚慰家属 同时我们也在善后的工作上持续的进行 那我们已经也跟家属已经达成和解 那所以在这个事件上 其实目前就是一个段落 那这个事故的这个肇事的当事人 是一位19岁来自台东 那资深来到花莲谋生的一个孩子 是单亲弱势家庭的一个原住民孩子 所以因为他的经济是有问题的 那张美慧的竞选总部也全部扛下来 不管是对内对外 我们都是希望也帮助这个孩子 那当然也对于亡者的家属 我们给予所有最大的诚意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觉得非常遗憾 就是对手阵营不顾家属的悲痛 那把这件事情拿来当政治操作的一个工具 那在伤口上撒盐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毫无人性的做法 张美慧呼吁让选举回归正常竞争 最后几天他会加快脚步 持续在大街小巷拜票 恳请相信支持 借旅会欢迎视报道